好,那我們就把整本從一開始到現在 機率的部分全部不惜一遍 那我們預計就是考試完之後就開始講統計的部分 那今年就這學期就會把機率統計全部講來 那這樣的速度感覺其實我們講到現在 其實講的東西也沒有真的很多 但是可能我們講到現在的內容已經是 某些機率統計課程裡面的機率部分 有些人有些科系會把機率統計分成兩學期 甚至三學期 就是機率一學期統計兩學期來上 那我們等於是一學期就上完這全部的內容 所以其實內容也不會太少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張 我們是稍微做一點簡介 然後順便帶出R&E怎麼操作 那這個簡介大概讓各位可以看到 OK,機率統計的一個最主要是這張圖 這張圖就是我們機率統計的模型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所在看到的說 我們都一直用已知母體三數的狀況 然後透過電腦的模擬方式 然後進行取樣的動作 就像R裡面身後那個函數所做的事情 那取了樣本之後呢 你可以得到譬如說100個樣本 那我針對這100個樣本 再開始來做一些統計 那統計我們還沒講到 譬如說我們做100個樣本 現在可以做的簡單統計 就變成平均數 然後還有變異數 OK,這個你會計算 平均數、變異數還有標準差 有印象嗎? 標準差就是那個變異數的平方根 所以在大陸呢 變異數叫做方差 方差就是標準差的平方 所以我們現在所講到的大概是從這裡到這裡的東西 從母體三數然後母體一直到抽樣變出樣本 主要講這邊 那像平均數跟標準差 就是敘述統計裡面最重要的兩個數級 那有了這些之後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平均數標準差這些數值 來做一些推論 推論說OK 那我產生這些樣本的母體參數應該是多少 那我們可以做幾種推論 一種是數值直接點推論 那它的點應該是在哪裡是最可能的 但是呢這種點推論一定不會準 有那麼多值你為什麼就選這個值 所以呢另外還有一種叫區間的推論 那就信賴區間 如果我可以鎖定一個範圍的話 那我鎖定的範圍有多大的可能性 這個母體參數會弄在裡面 那這個就是信賴區間 那有了信賴區間之後呢 譬如說我們通常會選擇 使用95%的信賴區間 然後讓這個母體參數落在那個範圍裡面的幾率是95% OK 好那這種就是推論統計 那講完推論統計之後 你就會學會 信賴區間的概念 然後檢定 你就可以做檢定 因為信賴區間其實就是在做檢定 那做完檢定之後呢 你就知道說OK那它是不是 就是在母體參數在這個範圍裡面的可能性很大 有多大你就可以自行設定 那可以做這種計算之後 檢定就完成了 檢定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更進一步的 像ANOVA ANOVA就是說 ANOVA叫什麼 ANOVA叫變異數分析 變異數分析就是 有很多個樣本群 我想知道它每一個樣本群的平均值是不是一樣 那因為很多個樣本群 我如果每一個都做檢定的話 就要做N平方次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用ANOVA的話 那就不用做那麼多次 做一次我就可以大概知道說OK 那這個樣本群到底 到底它是不是裡面有一些群體是特別不一樣 OK 那如果發現有不一樣的 再來 再來找出哪一個不一樣就好 那這個是變異數分析的內容 那後面還會有像回歸分析 那回歸分析就把這個又再擴充 就變成說 我再跑一個線型 就是說線性回歸 那就跑線性的參數 然後看看說哪什麼樣的邪律 什麼樣的結局 可以最適合這一個 這一些樣的 OK 那再往外擴充就變成 多重線性回歸 就是多個變數的線性回歸 那那個功能就會越來越強 那最後可能就會再再多一些 看一下 就會看到這邊 推論統計的核心是中央極限定理 然後估計和檢定 然後變異數回歸 回歸之後就分群和分類和貝斯網路 這個我們這節期大概就不會講 好 因為我打算下節期再開門人工智慧 然後再來講這種主題 因為這種主題是比較偏 機器學習啊 人工智慧啊 然後那種 那種Beta mining之類的這種主題 好 所以我們這節期應該會上到這個C站 就結束 好 OK 所以 OK 剛剛看到這裡 好 這是整個 整個我們課程裡面 的關係 大概都從這張圖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那 如果我們完全掌握了母體喔 我們就可以透過程式 來做這樣的抽樣模擬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直接從現實世界去抽取樣本 那我一直沒有做過什麼 從現實世界抽取樣本的 因為那個會很麻煩 因為你要發贈品給人家 人家才要來填問 全都幹嘛的 那個就很麻煩 那那個不是我 不是我擅長做的事情 但是各位 如果是你學器管的 你們就常常要做這種事情 所以有很多器管 領域的研究生 他們最大的困擾就是一個 或者是社會領域的研究生 最大的困擾就是一個 問卷調查 對 他要做問卷調查 但是沒有人要幫他寫問卷 這就是他們最大的困擾 他沒有辦法給完那份問卷的話 他就避不了頁 因為他寫不出論文 沒有實驗數據 但是呢 到最後往往很多同學就會 就會在網路上做個調查 結果沒有幾份問卷 不然就是在網路上做個調查 請親朋好友幫他做問卷 那這個都是偏差樣本 因為他想調查的 絕對不是他的親朋好友 那就會有問題 那這個就是在實務上的困難面 那個不是我們在這個課程上面 會談到的 那如果是像社會領域或器管系的同學 你們通常還會有另外一門課 那門課專門就是研究方法 實驗設計之類的這種課 那那門課就會專門教你 怎麼樣做一個問卷調查 有什麼技巧 那你要怎麼設計你的問卷 才不會亂填一通 那什麼樣的題目設計 對方填起來的時候 如果他是亂填的 你還可以檢查出來 可以喔 怎麼設計 可以檢查出對方是亂填 有一些 有一些 不太困難的方法 譬如說 你同樣的題目放兩次 如果兩次寫的完全不一樣 那就是亂填 對 同樣的題目放兩次 照理講應該是 要嘛就一樣 要嘛就至少很接近吧 就是說 他通常會分五個等級對不對 五個等級是 完全同意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那如果你同樣一題 明明題目一樣 但是呢 他同樣一題 卻填了一個是非常同意 一個是非常不同意 那顯然這個人有問題 他就是亂填 OK 那這個有這種技巧 是在屬於 真正做受用調查的人 才會去考慮的東西喔 那不屬於我們這門課 考慮的 我們這門課比較 屬於數學的 就是把數學的部分講清楚就好 好 OK 那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 透過這樣一個模型 重點就是 這母體參數到底怎麼樣 母體模型到底怎麼樣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就會透過很多方式 來猜測這個母體 那機率的理論上面 我們常常會透過機率法則來計算 那這些機率法則我們會 有一些前提條件 比如說這些條件是 獨立 獨立以前 這個這次的試驗 跟下次的試驗是獨立 如果沒有獨立這種條件的話 有時候我們就會比較困難做 那如果沒有辦法完全獨立 我們還會用條件獨立 那如果連條件獨立都做不到 做不到 完全做不到 那你就只能列舉 那列舉 每一個機率都把它列舉出來 那這個就比較麻煩了 但是如果有電腦的話 就是說 你想猜測的其實是一種 電腦模型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大量的樣本測試 樣本試驗 也可以透過一種類似像蒙蒂卡羅方法 去猜測機率 那什麼是蒙蒂卡羅法 舉個例子而言就是 如果你想知道半徑為1的圓的面積是多少 那你就去隨機去抽樣 從X軸0到1Y軸0到1 然後這樣是不是會抽樣出一個正方形 但是呢 你就檢查這些樣本裡面 有多少是落在半徑為1的圓裡面 那譬如說你做1萬次 做了1萬次之後呢 然後有多少落在半徑為1的圓裡面 那個就是圓面積的比例 跟那個立方體的比例 那你知道立方體的面積 你知道正方形的面積 然後再乘以那個比例 就變成圓面積 那這是一種透過大量模擬的方式可以做 那有一些模型沒有那麼簡單 特別像這個布瓦松分布 那我們上次有舉過一個例題 就是那個白雪球的例子 白雪球的例子 當你的雪液量 就是白雪球的數量幾乎是無限的時候 它就會趨近這個布瓦松分布 那這個LAMP就是 就是每單位 每單位雪液裡面 可能的白雪球數量 是這個LAMP 那這個就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 基本上我們也已經講過了 那如果你想要做 做統計的時候 通常你會看到的是一堆樣本 那這堆樣本序列我要怎麼做統計 一堆樣本的池 那我們做統計的時候 就會透過像譬如說信賴區間這種概念 從樣本裡面計算出信賴區間 然後再去做 說OK那百分之九十五 信賴區間是在範圍哪裡到哪裡 那我就可以比較有信心說 OK如果取這麼大的範圍 那它落在這邊的機率應該是很大 我會百分之九十五 那應用上面就會有 其實社會科學的應用很多 但是社會科學的應用 往往它所需要的數學比較沒那麼深 所以我們不是有指定一本參考書嗎 那本參考書是工程統計學 它所使用的數學就相對比起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 所以我們也會比較深一點 因為那是工程領域 那所以不只社會科學 就是說各位知道我們學校好像兩年前有成立工工系 工工就是那個工業工程系 那現在還有啦 當然兩年前成立不會一直 現在就關掉 那工工系呢 他們的重點就是工業工程和管理 OK那像他們就很適合去像鴻海這樣的公司做中級的幹部 對就是就是或者是反正就是幹部就對了 那這些幹部可能他們需要在鴻海裡面做什麼就是 他必須要去想辦法了解說現在的生產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量率不夠 為什麼常常有壞的東西 那壞的比例為什麼這麼高 那他就要去設計一些實驗 但是那些線上的功能其實是不太知道說 你有設計這些實驗進去 但是你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事實上呢 事實上呢 你就再做一些 一點這種工業工程管理的實驗 然後你就可以偵測出說 OK到底是什麼問題 譬如說某個人的手藝特別差 或者是 或者是某台機器出有故障 某台機器的量率特別低 或之類的 你就可以透過這樣的實驗去檢證出來說 OK那我最後可以追蹤出來 應該是這裡的問題 那你在追蹤什麼 就追蹤每一個的μ值 量率平均值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在這些實驗底下 透過系統性的方式 我可以檢查出來說 到底哪一邊的量率出問題 那這個量率跟什麼東西有關 跟機器有關 還是跟人有關 還是跟原料有關 之類的 這樣可以去檢查出來 OK那所以 這種東西其實在很多領域都有用 那只是你現在可能看不到 像經濟學領域有很多人這樣用 然後 R的軟體 這是我們 課程所用的一個主要工具 那這裡是下載的電 有沒有同學到現在為止 你自己的電腦都還沒有灌啊 我相信其實應該蠻多的 灌不起來的有沒有 有喔 真的有人灌不起來 來 那 如果你灌不起來 你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讓我看一下為什麼 那 照理講 你應該 最好是 是修這門課一定要灌 工具沒灌的話 你這門課一定修不太好 那所以 我們 我們其實是蠻依賴這個工具的 這個工具 用來學機率統計 我覺得真的很好 好 那 所以 我們 常常做這種操作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OK 我隨便做一下抽樣 就得到這樣的題目 所以 R真的 蠻好用 好 那 這裡 R的幾個函數 各位記得 要認識 不是函數 是自首 D P Q R D是 機率密度函數 P是 那個 機分布函數 應該是 機率分布函數 然後呢 這個Q 是分位數 廣泰爾 廣泰爾 是分位數 那 R 是取肥肌樣本 所以 他的用法 就像這個樣子 那 這些 就是說 基率密度函數 DN1.96 他會 傳回 1.96 那一點的基率密度 給你 然後呢 Pnone 1.96 他是傳回說 累積 累積到1.96的 機率有多少 就從負線到一直累積 累積到1.96的 機率有多少 那 Qnone說 你要給他一個百分比 就 零點幾 那 0.975就是 那 我如果 如果 計算到 剛好 剛好機率是 加長是 0.975的時候 那那個點是哪裡 那 這裡會傳回1.96 就是在 在標準常態分布 的情況之下 在1.96的時候 他的累積 機率 總共是 0.975 就是 7.5 好 好 那 R.0呢 是 是 取抽樣 就是說 以標準常態分布而言 他就是 取100個標準常態分布的樣 那 他會傳為一個陣列 那通常在R裡面 我們會稱他為項量 好 OK 那 所以 這裡是一個 簡單的操作 我抽樣 一萬個 然後 他的平均 指數 標準 差是4 那 我去 呼叫 Histogram 畫出他的圖形 我好像沒把圖放在這裡 那 你可以 使用 這一個 指令 直接在R裡面 操作一下 好 那這是 操作的結果 好 OK 那所以 這是第一章的內容 那 這邊還有一些操作 就不做了 好 因為已經做過了 那再來 第二章的內容 就開始進入 幾率的概念 那 幾率的概念 裡面我們會有 樣本空間什麼 事件什麼 然後 幾率怎麼詮釋 風力 模型 條件幾率是什麼 獨立事件什麼 被施定理由是什麼 什麼叫條件獨立 那最後 那最後我們有一個牙疼問題 這個都應該都有印象 才對 那那個牙疼問題 就可以把前面的這些什麼 條件幾率啊 什麼 什麼獨立啊 這些概念 通通都 都稍微 回顧一下 好 那 什麼叫做 一樣本空間 對 要提醒的是 這一章的概念裡面 還沒有用到隨機變數 還沒有用到隨機變數 它的 就是說 也就是說 它沒有期望值的概念 好 所以我們這邊講的 其實 不是標準的 幾率的講法 標準幾率講法 一開始就隨機變數 但是一開始帶入隨機變數 我覺得 會讓大家比較不容易懂 所以我故意把它一開始用 沒有帶入隨機變數的這種講法 可是 正式的講法 是一開始就帶入隨機變數的 所以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用的是一個 比較不嚴格的講法 那什麼是樣本空間 那就是 所有可能的 可能的 出現的結果 無樣的空間 那 什麼叫一個事件 就是樣本空間的一個字集合 然後呢 這個機遇的詮釋方法 個人方法 完全按直覺 再來 相對頻率方法 那就是 透過 試驗 然後觀察它的 它的出現技術 另外 那另外 古典方式就是 就是 就是 用 出現次數 但是 事實上其實 相對頻率跟古典 有點像 只是 古典它有一個假設 是 很可能出現 很可能出現 就是 每一個 實驗的樣本 實驗的樣本 當我沒有 指定的時候 它就是 平均 好 那 機率的公理 就這三條 第一個 產生出來的結果 一定落在樣本空間裡面 所以整個機率加起來是 一 第二個 任何一個事件的機率 大於零 大於零 第三個 如果兩個 沒有交集的話 那機率就相加 OK 那這個 我想 我們還是 休息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之後再來 繼續複習